今天要介紹的本地球員就是現時效力中甲球隊梅州客家的盧烈斯 梅州客家就簽入了盧烈斯頂泰弟弟的位置 而盧烈斯也不負所託感成為了球隊正選中堅 這段影片就會講解一下盧烈斯的技術特點和風格 進入分析前多謝Cypher贊助這段影片 Cypher是香港首間結合科技設計和高效能物料的運動服裝品牌 目標是提升運動員練習的表現 Cypher一直尋求進步 為了能夠選出最適合運動員的衣服物料和尋找創新的突破 近年來Cypher不斷與專業的運動員合作並進行測試 林欣許、查理史葛、艾華頓等都是與Cypher合作的運動員 就是這份堅持、這個夢才能實現 回到分析時間 梅酒客家今季和上季一樣沿用442陣式 路列斯通常擔任右中堅 主要負責包球和補位的角色 作為補位中堅 路列斯擅長保護防線後的空位 對方嘗試給直線或過頭球 路列斯都會主動補位 避免防線被打穿 這球都看到 當拍檔楊文吉上前壓迫對手中鋒 路列斯就會適當地收後補位 雖然路列斯的速度不算出眾 但他對對手全球線路的預判準確 升任到補位這個角色 路列斯突出的判斷能力 可以體現在他的位置感和站位 他經常能阻止對方的傳球 避免對手利用傳球去製作埋門機會 路列斯另外一個優點就是他釘防時相當集中 即使對手前鋒在他身邊喘搖走位 路列斯也不會跟漏人 而習慣墮後補位的路列斯 有需要時也會緊貼對手中鋒並且施加壓力 避免對方接應傳球後 有空位移傳或轉身 這球都看到 路列斯成功阻止對手中鋒背身拿球然後移傳 不過負責墮後補位的路列斯 不會因為緊貼對手中鋒而放棄防守的位置 像這球一樣 當對手中鋒倒後到較深的位置拿球 路列斯就不會跟上去 頭鋒也是路列斯的優點之一 他的預判能力令他能夠準確地判斷落點 然後頭鋒解圍 加上路列斯有不錯的位置感 確保了梅州客家後防的制空力 不過當路列斯爭頂的時候 由於對手會不斷地干擾他 令他頭鋒的力量和落點會沒有那麼理想 但在無人干擾的情況下 他頭鋒的力量和落點都有不錯的水準 另外 即使路列斯有1.9米的身高優勢 他在對支薄速谷的賽事裡 面對著對方的外援中鋒 他爭頂的成功率就不算高 反映他的身體對抗和力量 在中甲水平來說不算頂尖 而路列斯在比賽中也較少落產 做法相當謹慎 很少見到他因為落產而犯規或被過的情況出現 最後作為補位中堅 路列斯的速度和敏捷度只算普通 這兩球都見到路列斯被轉身推過 可以見到路列斯和有速度技術球員 一對一的時候會比較吃力 而釘人方面 在死球或反擊這些情況較為混亂的時候 路列斯有時也會因為釘人不夠緊貼 而導致失球 但部分原因也出於球隊防線報防並不完整 來到總結時間 路列斯最大的優點是他的預判能力和位置感 也有不錯的釘人和頭鋒能力 令他升任保衛協防的角色 雖然他發揮有時會不太穩定和出現失誤 但路列斯依然是港隊中堅其中一個有競爭力的人選 再次見到路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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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路列斯 再次見到路列斯 這就是路列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